以被告的判斥諸部分 均犯殺人擊碎罪 被告對於其餘22名被害人部分 均犯殺人為罪罪 何一廷認為 被告政節的犯罪手段兇殘 惡性重大 所謂人神共憤 且犯後毫無悔意 難以交換 所犯刺的殺人擊碎罪部分 求其生而不可得 被告政節因與社會永久隔離 因此宣告死刑 並恥罪公權終身 至於被告所犯 其餘22個殺人未遂罪部分 考量被害人所受傷勢之輕重情形 分別量署被告 有期徒刑5年2月至8年不等之刑期 依刑法第51條第五款規定 被告政節因執行死刑 恥罪公權終身 當事人如不服本判決 得自受受判決之日起十日內 向本院提起上訴 如被告未上訴 依法本院將依職權送上訴 謝謝大家 兩次會想要死 然後就想要死 何一廷看出死刑的原因就是 何一廷認為說被告這個案件裡面 他使用的犯罪手段兇殘 惡性重大 所謂人神共憤 那犯罪之後也無法看出被告就這個案件 有任何的一個回應 那經過這個中央警察大學鑑定的結果 也認為說對於被告證結的教化 是很難有這個教化成功的可能性 因此何一廷認為說 為了能夠獲得這個社會治安 以及人民安全的一個保障 被告證結的部分呢 應該與社會永久隔離 所以這個是何一廷就被告證結的部分 兩處死刑的一個原因 謝謝 謝謝